25位弓箭手各自排开 这项比赛总共要射出十支箭 每个人摒弃凝神看准目标 放箭射出 重拔的声音此起彼落 分数最高的人就可以夺冠 射箭是早期原住民重要的狩猎方式 改用猎枪后弓箭的记忆还是不能放弃 因为这是原住民的传统 必须代代相传 射箭比赛分少年组 青少年组以及社会组 年龄从10岁到70岁都有 选手们的弓和箭都是自己DIY 因为制作弓箭也是原住民的记忆之一 尽管现在很多族人都没有狩猎 但是对于传统弓箭都怀有浓烈的兴趣 因此每次比赛来自全国的族群都会热情参与 我们要传承以前的那个旧有的这个传统文化 我们不能说因为不打类了 就把这个群就格制 所以我们要一直延续 把这个文化一直传统延续 射箭比赛不仅促进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两年一次的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 也将射箭纳入正式的赛程 民事新闻邱俊超苗栗报导